我们现在就在 秋丸主舞台旁边的一个 道路上 看到我们身后 其实有一个小小的 隐秘的操作间 那这里就是我们 音频设计操作间所在了 那我们一起进去探访一下 走 我们面前真的是 很多复杂的这些设备仪器 看着脑袋有点大 可以给我们稍微讲解一下 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个桌子 是用来干嘛 这是一个调音盘 长音台 一个手术长音台 这边呢有这个 怀音的设备 就是放音设备 那边有录多轨 多轨的意思指的是 就是我把我所有的这个 我的实音通道 包括我的音乐通道 我都要单独去录 包括我们所说的 信场声的收声 全都收声 对 全都要录进去 然后就要后期可以去 比较细心做 用哪个轨啊 都可以跳出来可以做 所以我们后期在 制作的时候会根据 比如说这个时候会 环境声更响一些 这个时候会 对 我们会迎闹出这种 现场的感觉 其实我们前几天在那个 录制的时候都听到一些节目当中 会有烟花的绽放 当烟花绽放的那一刻 观众也能在现场感受到烟花的同步绽放 就是因为那个时候需要有把声音 这些一个 对对对 我们除了录烟花的声音啊 观众们的鼓掌啊 欢呼啊 什么叫好啊 包括演员演唱的时候 那些观众跟着有节奏的鼓掌啊 什么或跟着有点横唱啊 这些全都可以收起来 所以就是整个晚会的过程当中 歌声不是一直都有 有的时候是主持人在说主持词 有的时候是一些静静的舞蹈 但是咱们的这个背后的声音 包括各种声音 是不是一直持续不断的 对 尤其是环境的 都会一直持续的 如果我只是主持人的话 可能就跟演员是出来 就是差距不太大了 所以它这个空间感 好像它持续不断这个信息 那么我们就要靠这些环境的方法 来持续 那说到我们今年 其实大家都一直在重复提起的 就是今年一个特别的 进程三维声的这个效果 在这个音频工作间当中 还有一些需要操作的 没有 都是把这些都录下 全部录下来之后 在后期制作 因为毕竟不是直播嘛 对 要直播的话 可能我们会有 你们像出马的时候 我们有专门做 立体上的 有专门做5.1的 有专门做三维声的 都是分不同的制作区 不同的调研台 不同的工作人员 分的好几摊 我们知道三维声 这今年也是为了 咱们这个4K 8K的这个播出 去提供的一个效果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种4K 8K 大屏上面 就是会感受到 有什么样的音响效果 8K 4K在这个 普通家庭上还没有普及到 可能我们家里听的可能 还主要是 立体声和5.1为主 但是这个通过这个8K大屏 我们就可以 参加一个云天APP嘛 然后拿手机 8K耳机 听着这个渲染的三维声 也不就沉浸式吧 就跟你的 站在舞台中央的时候 听到的音乐 就跟你在现场是一样的 对 现在坐在现场 对对对对 太思维的感觉 对对对对 要这么感觉 我们看到这个节目录制的时候 我还关注到一点小细节 因为我是第一次来看秋晚的录制 我看到现场的音频老师会去现场 就拿着麦克风 不断的在通过去试麦克风的声音 这是在调试什么呢 一个是要调它的电频 首先这个电频 要调的合适 还有就是要调它的舞台上 要调它的监听 一个是音箱的监听 还有就这个 叫无线而返 它在里边要的这种平衡 就人声音乐 混响等等 它要的平衡 它听着很舒服的感觉 五 四 三 二 一 你看有刚才我们看到的 就是录制的比较安静型的歌曲 也有那种特别狂躁的摇滚型的歌曲 需要全场一起热起来 它一起来 在这种不同的节目之间 这种上面音频 也会有一些效果的调整 主要是还是要根据 这个节目内容 节目的气氛 比如说比较嗨的时候 大家的嗨的时候 那我们可能会在音乐电频上 有一个 作业这个调整 上面有一个提倡券 能够就是来 就轰动一下这个气氛 那你看马上我们可能 还有两天 在一两天我们整个的录制过程就结束了 但是对于我们音频的老师们来说 可能后期的工作才刚刚开始 没错 没错 最累的后边 最累的时候来了 对因为今天 其实因为这个三维生 所以今天要做两套 两套是一个是 我们四套可能正常播出的录制生 还有就是8K那个大屏播出的三维生 两个要同步进行 做两把 我们一般还都在等 视频出来以后 我们才能去制作 等于说还要在一个时间点之后 才能制作时间更缩短了 对因为我们前期可能做的就是比如说像这种现场演讲 然后我们回去去缩混啊 去修啊 就可能几个都能做过这些什么东西 然后别的就要看视频 等视频了 两套同时看着就那点时间一块儿干 我已经感觉到刘后视频了 但相信在那个时候 可以能达到我们期待的非常好的效果 那至少在中秋节那天 可以全部工作完成 然后回家让我们过一个圆满的中秋 嗯 是是是 也先祝你们祝各位 终究快乐 终究快乐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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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